从东京迪士尼到大阪环球影城 都是国人赴日旅游的必访行程之一 2023年边境解封后 台湾人暴富性出游 一到十一月就有高达383万人次 飞往日本 等于每三人就有一人去日本玩 反观来台日课只有80.5万人次 行程超过300万人次的观光逆差 因为受到了日币很低 日本人来台湾的人数 大概差不多五六成 还有就是我们台海的局势 那外媒一直在报道说台湾很危险 观光署分析受日本境内推动国旅补助 加上日币贬值等影响 去年日课出境旅游只恢复到疫情前的52% 但台湾仍然是三大旅游目的地之一 拥有多达19个日本航点的国际航空 就看好未来市场 从去年开始和当地业者合作 积极开拓日本客源 在日本的行销预算规划上 我们投入人历十年以来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 钢山这一条我们独飞的航点 日籍旅客就多达50% 我们希望能够刺激到更多的 二三线城市的航点的日籍旅客 据年一到十一月台湾有1074万人次出境 却只有567.2万人次来台 当中又与台日两地互房旅客量最为悬殊 有旅游业者私下透露 政府干脆限制台湾旅客赴日 借此缩小观光逆差 观光是一个自由市场 没有说用限制的 他们有这一个复照的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现在也跟日本在讨论 是不是可以补助他们做一些 申请这个复照 今年我们就全力来争取日本人来台湾 交通部长王国才直言 2024会加大宣传力道 要用景点魅力吸引更多日本旅客来台 明镜新闻我赴我们李世成大论 吴裴嘉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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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